买开一点 沈阳真是一座让人快乐的城市 我们今天晚上的快乐来自于烤串和鸡架 我们找了个小破店 找个字 对 太巧了遇到这边 你能吃辣子少放 好嘞 我家挖角片是自己不饿 是吗 没像是不不错 就跟这儿穿 就跟这儿烤 哎呦 这儿熏完了又烤了 昨天我们吃的是辣炒鸡架 今天点的是熏鸡架 这道沈上就跟鸡架干一干 它出了点这种自然的味 它有一种烟熏的香味 熏鸡架皮 这么快 熏鸡跟筋鸡 这跟那薰大骨一个味 我要比那薰大骨便宜多了 是吧 嗯 肉还挺多 嗯 这空口吃就是有点咸 但是味道是真不错 哎呀 这筋饼我第一次吃 筋饼是 这叫筋饼啊 嗯 我也许是这个豆豉饼 那个叫筋饼 嗯 停不下来啊 不是你嚼嚼 这东西挺热的 嚼嚼 羊串两个人一串 我得烤 味道不错 好吃 它这个烫烤的香气挺闻的 老板就一人又收拾桌子又烤串的 买你吗 真能干 这是一家味道不错 但是服务得靠自助的一个店 它家就是小时候冬天烧烤摊的味 刚才那快乐 我少说一个麻辣烫 那样的麻辣烫是盆蒜 豆豪 蘑菇 粉丝 这腰子好像现在都没吃了 还是那个味儿 一边一边 那边 冰天放一边 这样的店 我感觉吃起来太爽了 一点都不拘束 味儿还特好 我发现沈阳的串 花店的特点是必有烧烤 鸡架 麻辣烫三天烫 再配个老雪或者花生露 谁样的网友叫我们这叫老毕了 出了辽宁可没有 这么多一共一人一串 今天这 你俩再来二人 哎 哎呦 现在开始上人了 人开始上人了 咱俩吃完了 啊 今儿是 说来得懂 那道路来大啊 多大点 没事 我就拍一下这边的糖葫芦 我们俩回家路上 又买了糖葫芦 然后还买的冰棍 中间大锅 麻将味的冰棍 我们俩现在这两天 基本上每天回家都拎这些东西回去 搞不好再再弄个夜宵 所以大家老说让我们跟沈阳定居吧 要常住在这儿得胖死 体重控制不住 咱外的人来旅游啊 虽然它这个写的是老北京冰糖葫芦 但是我们 但是北京的天气没这边冷 所以这边的糖葫芦的口味 跟北京的吃起来还不一样 所以到了东北 一定要尝尝这边的 在户外卖的糖葫芦 它里面都是冻的邦邦的 可硬啊 但是还没有像哈尔滨那样 冻的完全吃不了 这个还可以咬的冻 我们俩每次乱七八糟都不买 我们俩就买山架和山腰豆了 最好吃 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